我們手沖都是在客人的旁邊幫你周邊服務 那如果等一下在手沖的過程中有什麼疑問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聽 然後我會先幫你問一下這個 那這等一下是一個文章 然後我們今天要手沖的是 伊索比亞的野家雪碑的豆子 那你可以先試試看它的乾香氣 好香喔 它比較著名的味道 它有比較濃郁的類似像茉莉花的香味 然後柑橘跟萊姆的調性 也還蠻強烈的 所以通常第一次喝這個野家雪碑的人 很多人都會很快的愛上它 所以它有點花香 對它有花香味 檸檬味和葡萄味會蠻明顯的 對 後面會有一點點那種杏頭的味道 所以你們有給它憋嗎 沒有啦 沒有啦 就是你的 我們就先把它分開 好 我們就先把它分開 剛剛上來就已經聞到一個 對 其實你剛剛聞的那個 這個乾香氣是有一些 都發的故事 在你磨開的時候 它就會在空氣中 就是被千層發出來 那有一些香氣是 你要再注入熱水以後 的味道反而會比較提醒 好香喔 那我們前面認真先 大概20秒到30秒左右 我看見它這樣子浮起來 這個泡泡不上去 一般來說 就如果比較新鮮一點的咖啡 它就會慢慢的膨脹 它就會慢慢的膨脹 一下蛋糕 其實我們只要均勻的注水 不要沖壞旁邊的咖啡牆 就好 一年讓水 就是 直接還沒有萃取到咖啡 就透過 綠子 流到下面去 你這樣下面的咖啡會被吸濕掉 嗯 就均勻的油內而外 在油外而之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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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均勻的油內而外 在油外而之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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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顏色好漂亮 它顏色好漂亮 對阿 它顏色好漂亮 對阿 然後會長回 而且 因為 台灣人是海的 你老司會說 吃瓜葡萄 然後 對 對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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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的浓淡可以隨自己個人的喜好去做調整 一般1.12到1.17 但是就看你的龍蛋出選 燈料 我們把他咬去 然後就燈可以去肉 然後晚上 上次刀再拿這個 然後看吃過一種 然後有的下午是有的 ierto 可以做完看它的鋏香氣 它又在聲嘴MIolog上 有一個焦Hmm bueno 因為咖啡在烘焰的過程中會焦糖化 所以我聞聞看會有甜甜的味道 是不是好像有臭 很香甜的感覺 然後 謝謝 那我現在就要來品嘗這一杯 野家水杯囉 謝謝